汪小菲日前失控在微博发文 爆料大S服用为金药品 后来又改口道歉 说自己做了一生最后悔的事 当时徐妈妈得知消息后相当难过 不敢相信自己最爱的前女婿怎么变成这样 而近日据自由时报报导 汪小菲事后传了简讯向徐妈妈道歉 她在道歉简讯中说自己喝大了 S妈也大气的说自己已经原谅汪小菲 并表示中国人就是这样难免的 如果自己做菜 当然也不希望大家吃那么快就走 而是要边吃边小酌不然多没意思 对于常常喝多的小菲不会再计较 此外徐妈妈也透露很心疼大S 有二肩半脱锤疾病的她 过去也曾因为压力大或天冷昏倒送医 这次又受到负面新闻影响 徐妈也特地叮咛大S要保重身体 事实上过去大S就曾在节目中坦言 自己罹患忧郁症和厌食症 当时还开玩笑说 小S好怕我拿刀杀她 但要杀也是先杀妈妈 之后她靠着医生的帮助服药和运动 加上亲友的陪伴 花了一年才战胜忧郁症 网友翻出节目旧片段后也表示 大S真的辛苦了 希望接下来能和聚俊夜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